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各位,是的没有错 今天是这个肠粉的直播 那我今天买的这家叫做 银记广东肠粉 那他对,就是在金门的一家卖肠粉的 那这是我第一次吃 看起来真的是不错 我分别买了鲜虾,猪肉还有叉烧 鲜虾是70,叉烧是80,猪肉是50块 然后我刚才还有淋上他们老板娘自己熬的 好像是香菇还有姜的酱油 所以它的味道不会太重,温起来就是很香 OK,那我就开吃了 好久没有吃肠粉 而且这种很道地的肠粉我真的是很少见 先吃一下皮好了,这个肉有点炸出来 哇,我真的喜欢这种口感包包QQ的 然后配上一点淡淡的酱油香 吃起来就是舒服 有点像在吃板条 其实感觉是口感真的很好 然后酱汁的味道是很舒服,不会太重 淡淡的香菇香 OK,这个是鲜虾的 哇,我觉得它的皮真的是好吃 然后刚才有称呼那个鲜虾 虽然小小的,但口感还是不错 酥爽 漂亮的虾子 嗯 好吃好吃 它的size每个都很大 我去拿一下我的青菜 它的盒子是长这样子 然后里面就是肠粉跟青江菜 嗯 吃起来有点像在吃博博高 我来找一块叉烧的吃 叉烧的是80块 OK,相当大口 嗯 可以可以 叉烧的香气 虽然它都小小的 但是每一块你一旦咬到 那个香气就很充足 耶 嗯 哇 叉烧的也好吃 它口味还蛮多的 也有素食的 吃素的朋友也可以考虑一下 耶 嗯 所以肠粉一现买一现吃一定更好吃 像我是买回来然后摆着 因为我需要拍嘛 但是其实我这样吃 它的皮的口感还是不错你知道吗 不会因为它冷掉 它就口感不好 所以我觉得是蛮厉害的 好 它分量真的是蛮多的 而且它的面皮的量很充足 所以我觉得一餐吃一盒也是可以饱的 不过我至少要吃两盒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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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们先下着吃完了 剩下猪肉跟叉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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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飽 像這一殘渣我把它清理掉 OK 完食 真的是吃得很舒服很飽 我覺得首先它的皮真的是好吃 但是更厲害的是它的醬 醬汁是很淡很香然後是香菇味 吃起來就是淡淡的很舒服 好的醬油配上這種不錯的皮 吃起來就是很棒很好吃 各位有機會的話可以去試一下 我會把他們家的網址留在我的這頂留言 好的那就這樣了 感謝各位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